HELLO 大家好我是Zillowka 是的 又是微星筆電 又是一台AI筆電 這一台叫做Cyborg 15 AI 那之前其實我有開箱過一台 微星家的AI筆電 在大概幾個月前吧 反正沒有看過的 你們可以看一下這支筆電 開箱的一些內容 當時其實我買了這台AI筆電回來 主要就是想要看看 單機處理的AI筆電 或者是號稱AI筆電 它到底可以幫我們生成 哪一些AI的東西 或者是幫我們處理更多 哪一些關於可以輔助的 一些AI的軟體 那後來微星 它其實有推出了一個軟體 它的專門可以在單機裡面使用 讓它可以做紋身圖的動作 我一直覺得那個東西 好像還蠻好玩的 你就至少不用聯網 可以用單機去處理看看 跑圖啊 到底可以跑出什麼東西 讓人會有一點點想像的空間 結果呢 我用了之後 它沒有獨顯 並不支援 所以呢 這次買的這一台 Cyborg 15吋的AI筆電 它就是有獨顯 然後呢 價格跟規格上來說 跟之前開箱的那一台有點不一樣 之後應該會再推出一集啦 就是專門去比較兩台 AI筆電喔 可能買哪一台比較好 這台的話 比那台再更便宜一點 我買37,000多 現在看到了 它37,000多就買到 有在特價啦 那原價的話 是差不多4萬左右 另外那一台 我記得沒有錯是買的 43,000 所以價格比較高 不過 有一些規格 也是比較高一點 但這台有一個特色 就是絕對 迷人的地方 因為它有4050的 獨立顯示晶片 所以啊 這一點就是 這一次會再買它的一個主要原因 那兩台也都是微星的啦 之後會再做影片 大家敬請期待 那首先外箱的部分呢 就長得像這樣子 Cyborg Filt-In 一個微星的龍蚊標誌 整一個包裝啊 跟之前開箱的那一組 AI筆電啊 是完全不一樣的 也算是比較簡約一點的啦 我覺得現在應該都是 使用環保一點的一些墨水 所以你看起來 比較沒有那麼浮誇 不過它主體的視覺就是 黑色跟這個綠色的感覺喔 那這邊的話 一樣是使用到 Intel Co-Ultra的處理器 所以這邊有一個Intel的Logo在上面 其實規格我覺得並沒有到差非常多 因為它有些記憶體的規格 稍微低一點 然後SSD呢 應該也是低一點 本身的CPU呢 跟之前那台一樣 是Core Ultra 7的155H 多了一個獨立顯示晶片 NVIDIA的4050 應該跑一些輕度的遊戲 或者是跑一些3A的遊戲 可以再把畫質稍微的 調升一點點吧 我在想是這樣啦 我們繼續開箱 那打開來呢 一定要藏在下面 本體在這裡 一拿起來就比較重手一點 因為上一台呢 其實是13吋的嘛 那它的重量 我記得沒有錯是600多公克 所以那台的特色還有一點 就是說非常的輕 假設你是要配出門 比較輕度使用的啊 背在包包裡面 感覺一定非常迷人 那這台真的稍微重了一點 一拿就有差 接著下面還有一本說明書 旁邊還有 電源線 電源線的話是 接牆壁的那一條 應該還有一個 電壓器的部分 跟之前那台AM電機起來也是比較大 畢竟它有一個 獨立的顯示晶片 所以供電應該需要再穩一點 沒有了 OK 那怎樣就這樣 變壓器跟電腦的主體 沒了 這邊的部分啊 長得像這個樣子 其實會有一點點小小的指紋沾附 上面有一個 還不錯的龍蚊徽章 那有一點若銀若現的感覺啦 還是滿有質感的 這個你的手在上面啊 它會有一個 有點像蒸汽 有一個印子 會不見 摸久了 或者說你的手 可能有一些油油的東西啦 它還是有一些 指紋沾附在上面 整個來說我覺得是滿有質感的 因為這邊是金屬的表面 所以也會比較重一點點 當然它在這邊有做到一點點 好像半透明的感覺 好像會發亮 所以等一下實際開機 我們再來觀察看看 另外這邊也是一樣 有一些看起來會發亮的地方 背面的部分呢 則是有一些散熱的地方 可以看到裡面有一些銅管啊 一些板子的東西啦 然後這應該是 MSI True Gaming 就是他們家的一個口號的意思 有一點灰色 半透明的塑膠殼 上面這裡啊 則是還有一個散熱孔 它兩邊是做一個 不對稱的感覺 接著我們就來把它給打開看一下 整體的造型就長得像這樣 那鍵盤這裡有一個 非常好的好處 就是說它有一個 完整的 方向鍵 數字鍵 其實有一個好處就是 你在玩一些遊戲的時候 把數字會比較快 然後方向鍵呢 你要移動角色 也會比較方便 還有一個特色啊 就是它的ASD 還有W的部分啊 它是做上半透明的鍵帽 這個應該是為了電競而製作的 那下面這裡的話 則是有 Intel Core Ultra 7 的一個貼紙 它是使用E55H的處理器 那好處就是說 NPU呢 可以幫你在私底下 處理一些AI的東西 比較不需要耗到你的大盒 旁邊有一個 NVIDIA的 GeForce RTX 它是4050的顯示晶片 算是很粗階 但是 玩遊戲應該可以有 多一點點的空間 可以再開好一點點的特效 旁邊這裡呢 也有一些它的特色 Cyborg 15 Ping AI A1V 這個是它的一個筆電型號啦 下面這裡還有一些格式的部分 什麼Hi-Res Wi-Fi 6E 大家都有支援到 最重要是AI 就是在這邊 代表著這個 它就是有一個 AI 靈魂存在 螢幕這邊 則是有一個 MSI 的字樣在下面 那我覺得這一組 其實從這裡看起來 就知道說 跟之前的傳統筆電 會稍微像一點點 因為它整體啊 做得比較低調一點 包含它上面的這個 點點下面不知道有沒有藏一些Sensor 那這邊的話也有一顆小小的鏡頭 它鏡頭沒有額外做一個鏡頭蓋 可能有習慣的話 可以買小東西來把它遮住 轉軸的部分呢 則是 一樣可以開到平的狀態 那我覺得這一點呢 有個好處就是說 假設你現在在打一些字啊 跟主管 跟員工一起討論 很方便 滿大的特色 主機的左手邊呢 其實有一個散熱孔 也是滿大的 另外還有一個USB的iopode 跟一個耳機的接孔 另外一邊呢 一樣有一個USB孔 然後有一個Type-C 還有一個HDMI的輸出 還有一個網路接孔 RJ45的 哇 這個還有保留實體的RJ45 也太難能隔位了吧 然後等等 接電的部分 居然還是圓孔 這種變壓器的頭 哇 居然不是Type-C的 難怪 規格上來說啦 還是會有點差異喔 那厚度的部分 其實各位可以稍微看一下 稍微的厚一點點 所以整體的重量 也會比較重一點 拿一個樂高人偶 當一個比例次 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它的厚度是有的 OK 那目前為止 我是把Windows都設定好 也有安裝了一些遊戲 然後接著再安裝了 這一個是AI Artist 這個軟體 其實就是微信 他們自己家開發的 單機可以使用的AI軟體 不過 它現在跑的時間 真的已經非常久 所以我們先來聊一下 筆電打開來的感覺 首先是鍵盤的部分 果然非常的電競 那因為這一台 我覺得算輕度筆電 那也可以輕度文書 因為它的CPU呢 雖然是用到新的 Intel Core Ultra 7 155HR 但是它的顯卡呢 是搭載4050的 所以我自己是覺得 算是稍微新一點點 或者說初階一點點啦 沒有辦法跑到很重度 或者是蓋到很高的畫質 那當然整個RGB 但看起來 我覺得還是很漂亮的 包括這個WASD 這四個鍵啊 其實它就是直接透出來 所以看起來呢 特別好看 然後上面這裡我確認的是不會亮的 還有包含後面這個啊 也都是不會亮的 接著就是它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Stensor都拿掉了 所以這個就跟一般的筆電啊 它的那一個視訊鏡頭是一樣的 所以沒有辦法使用你的臉來做一個解鎖 包含指紋解鎖 它也沒有 所以就是要輸入密碼才有辦法進入Windows 那這個是把一些AI的特色拿掉 不過老實說以現在的AI的東西來說啊 下面這裡其實就會有一個 他們的Copiler可以使用 這裡可以看得到 我請他試著創作一張 MSI主題的新年快樂 這個是需要接網路的 他幫我畫了這個 欸 有辦法還不錯 當然他直接幫我畫了四張 所以我們四張都可以稍微看一下 這個就是他幫我設計的 不過它MSII 可能是要躲油版權吧 我在猜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 它的龍蚊都變了 有沒有不太一樣 它這裡有那個 富有創意的回答啦 或者是比較平衡啦 比較精確的啦 這邊的話你都可以問他 那我自己稍微用了一下嘛 所以有感覺到這個鍵盤 因為它是有附數字鍵盤的嘛 所以整個鍵盤 其實會稍微的往左邊挪一點 那大概稍微習慣一下 應該是OK的 接著我又問了一下 誰是最漂亮的台灣YouTuber 那這邊的話有幫我們回答了幾個 各位你們覺得誰最漂亮 無所謂 這個沒有什麼標準答案 反正AI筆電就是跟一般筆電 或者一般的桌墊啊 其實是差不多的 只不過它現在的CPU裡面 都有一個NPU的架構 目前為止啊 其實講真的 你大概都還是需要靠網路上啊 才有辦法去使用到一些 比較進階的AI的東西 包含我自己也有在用Photoshop 來製作一些圖片啊 修改一些圖片啊 如果說我要把主體剪下來 然後背後呢 希望去填滿一些不同的背景啊 或者是不同的景色 更科技 或者是更歡樂 他們也是可以透過網路上面的素材 還去幫我生成這些圖片 幫我填滿 所以我是覺得網路搭配AI 是目前為止還是最大節 只不過AIPC 或者是AI筆電啊 這一塊我覺得還算是 給人家留下蠻多好奇的地方 我自己還是會持續測試看看啊 上面的話 只是可以看到我的主機的一些使用狀況 那這邊可以看到 它是Intel Core Ultra 7 15H 然後NVIDIA的GeForce RTX 4050的GPU 記憶體的部分 它是16GB 比上一台還要來的少上一半 然後風扇的轉速啦 還有包含SSD啦 它應該是一T的啦 那下面也有一些網路啦 還有包含CPU的溫度 頻率 還有VRAM的頻率 跟GPU的溫度等等 它在這邊都有很明顯的一個指示出來 那最近還有講到一個就是AI啊 它可以偵測到你的人是坐在面前的 幫你自動解鎖以外 如果你的人離開去上廁所 它會自動慢慢把螢幕鎖起來 那這一台想當然了 也是沒有的 這邊還有一個顯卡模式的切換 它除了可以切換使用情境以外啊 整個顯卡可以改成獨立晶片 或者是內建的顯卡 因為它的Intel Core Ultra 7的 裡面有ARC的晶片 然後它這一台還有4050的晶片 所以可以做一個切換 不過要特別注意的就是 它在切換的時候 需要重新啟動才可以 好啦 現在總算是安裝完成了 然後我有看了一下 它裡面的大小啊 其實有25.7GB 還蠻大的 OK那現在我們進到霍格華茲的傳承 左上角這邊有FPS 那目前為止呢 這個講話的狀況 都是60格啦 跑不掉 我們現在呢就是使用了 內建的顯卡在玩 雖然說只有4050 但應該還是會比 CPU內建的那一種顯卡 會再更好一點 這跟三次在跑的場景其實差不多 也都是 60耶 完全不會掉耶 其實還是有差 不過老實說它的 風扇聲音真的非常大 因為我現在把遊戲的音樂 開得比較小聲一點 當然這是為了要散熱啦 所以必定要的 我們來稍微看一下它的整個 設定值喔 因為螢幕的部分啊 其實還是會影響到 它是全視窗 然後1080P 它是用XESS耶 我們應該要再調一下 它是DLSS可能會比較好 好我們平衡這一個 先試試看 剩綠我們可以再往上調 我們調到120 試試看 移動模糊的話有開 然後景深也有開 色差也有開 這個也有開 反正基本上都開了 這邊的話可以看得到 它是使用4050的GPU 好像都是超高耶 其實蠻強的 好我們就先回來 上面的話 喔會掉到40級 90級 但是其實已經蠻強的 因為我的印象當中啊 另外那一台也是調1080P 但是我沒有辦法調到 全部的特效都去開 整個畫質會變到比較差一點 那你看它現在可以到100多FPS 其實還蠻厲害的 OK那現在我跑到這個外面來 稍微再動一下 其實它的證數我覺得還算不錯 因為你看現在這樣跑 最低大概還有40級 有些還會跑到90級 這樣這樣子出去 剛處理這個外面的畫面 你看還有50級證 這個真的算蠻厲害的 而且這一台 AI米店才3萬多塊 這一台反而會比上一台再更加推薦 尤其是會看我頻道影片的人 應該大部分都會玩一下遊戲 OK給它跑了一下分 其實真的蠻震撼的 因為它分數居然有破7000分耶 我覺得在玩遊戲的部分 一定會很有感的提升 因為我記得另外兩台 應該都是差不多一半的分數 果然獨顯才是一個無可取代的 真的是非常厲害 那先測到這邊好了 好那最後這邊我先給各位稍微看一下好了 這個是它的AI Artist 欸它真的會生成耶 我只下了很簡單的指令 Mario Bros出現了這樣子的圖片 看得出來是瑪利歐 而且解析度它還特別要用一個非常簡單的感覺 生成的這張圖 總共是用的14.6秒 把它改一下 改一個Nintendo 給它去生成 它就直接一張 怎麼這麼快 2秒鐘 2秒鐘 我們現在生成了4個 這個是什麼東西 其實它就把它變成一種8bit的東西出現而已 到時候會不會聯網 然後或者是怎麼樣去設定 我都會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為這個真的還蠻有趣的 那我可能也會用更多的方式 來去生成一些AI的相關東西 再來跟大家聊一下這款軟體 到底要怎麼玩會比較好一點 最後我輸入一下我自己的名字 應該不會有我的檔案 我就只輸入自己的名字 我沒有下很多的指令 因為英文還是要稍微好一點 可能會下得更加準確 OK 它這是哪裡 變成地名的 OK 那目前為止開箱到這邊 我自己個人是覺得 這台筆電會更加適合我們這些 算是玩家的人來去使用 雖然說它的價格 可能會比一般的i5的筆電 搭配一個獨立顯示晶片的筆電 還要再更高一點點 不過因為這是新的架構 所以新的架構 到底會再給出什麼樣不同的驚喜 我覺得還是需要花一段時間去看看 畢竟我之前在買那台AI主機 還包含像MSI的Cloud這台掌機 它也是用同一個CPU 都有很多的更新程式一直不斷出現 每次更新每次都有驚喜 有一個程式可能沒辦法使用 或者是有一點問題的時候 它就可以使用了 所以更新的部分 它可能要再稍微更新輕一點點 那當然這一台 因為它有獨立顯示晶片 雖然只有4050而已 不過7000多分的那個差別 我覺得還是有的 它單純或個花枝 就已經可以開到這麼高的畫質 然後跑起來呢 基本上也有五六十張可以跳的 所以我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那這個AI的一些軟體等等的啦 之後我可能玩再熟一點 會跟大家再做一支影片來做分享 另外還有遊戲 我也可能會再下載多款一點 去給它好好的測試一下 那各位如果說 你們有想要測試的遊戲啦 或者是想要測試的一些AI軟體啦 也歡迎私訊或者留言給我 到時候呢 再來跟大家做一個整理跟測試 那另外也會跟上一台筆電 再來做一點點不同的比較 大家記得先按訂閱好不好 才會看得到我的影片推出 OK 那今天影片就跟各位分享到這邊啦 喜歡我的影片記得在下面點擊 下面記得分享 也不要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洛卡 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